好,各位同學堅持下去哦 其實每一個段落的影片大概只有5到10分鐘 我盡量不要錄太長 最主要是希望大家在短短的幾分鐘之內 就可以趕快看完之後 趕快去做,趕快去實踐 你做出來之後你有效果 你才會有動力再繼續往下一個章節去看 那你不要累積一大堆章節看完之後 然後哇,前面的都忘光了 然後你也懶得做 那你,你看了課程花了時間 結果沒有做出東西 那你,你要行銷個什麼東西 所以這一節我們來看一下 你今天在新增網誌文章的時候 怎麼去Decoration,裝飾它 譬如說這個點進去這個文章裡面的照片 怎麼樣讓它排列成這個樣子 它自動排列的不用你自己手動去控制它 我們再看其他第二篇 像這個,它是一個幻燈片 你看它是一個幻燈片 我如果不要動它的話 其實它會自動輪播 會自動輪播,有沒有 它自動輪播 然後還有一種是像這個 它也是自動排列的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你在新增文章的時候 上傳的照片怎麼樣讓它去自動做排列 這樣排起來比較藝術感比較漂亮 從手機看起來也是那個樣子 好,在這邊的新增文章的部分 我們去新增一篇文章 然後看一下 好,主題我們寫一下圖片的自動排版 然後呢,我們在這邊新增文章 新增那個媒體 媒體就是我們去新增圖片 好,那看你要去上傳是要選擇你自己已經 在媒體庫裡面已經有的照片都可以 那我現在一樣先選擇上傳好了 然後去找到我的照片 去找幾張照片 這幾張已經有了 找別的地方 好,找這個 小朋友的小提琴表演好了 好,上傳一下 這個顛倒的標 好,上傳一下 你可以一次上傳多張 就是按住Ctrl 然後用多選 複選的方式去上傳就可以了 然後上傳的時候 他這邊有有秀出符號1234嘛 好,然後你去看他的數字1234 第一張是大合照 好,注意一下這個順序 然後我們按繼續 這時候你會發現 他的順序就是照這樣子 大合照是第一張 就是在左上角 然後照順序這樣排列 那你看一下他這邊的版面形式 通常我之前都比較忽略這個 發現後來怎麼有這個功能 之前沒有 然後這邊叫做專型馬賽克 就像這樣去做排列 那如果你希望他的順位 是希望譬如說這三個小朋友 在第一張左上角的話 你就按這個編輯 然後把這個順序 拖到左邊來 這兩張怎麼長得一樣 奇怪 把這個拖到最右邊好了 最後面好了 好,然後按一下預覽 這時候你就會發現 剛剛那個三個已經拖到第一個了 有沒有 然後這是第二張 大合照變成第二張 所以應該是1234吧 看一下 你看1234 然後按預覽 他就這樣自動排列 那你再看 這個叫做專型馬賽克 你可以按一下下拉把 個別圖片會長什麼樣子 個別圖片就是像這樣子 最沒有創意的 就是從上面排到下面 這就是個別圖片的樣子 然後還有這個縮圖格線 縮圖格線會長這樣子 其實也不是很好看 然後專型馬賽克就剛才的 方磚 方磚是長這樣子 其實也還不錯啦 其實我蠻喜歡的 看你自己 然後這邊可以選擇欄位 這個是細部的調整 像這樣子 欄位兩格 欄位三格 就像這樣 那如果欄位四格呢 因為我現在只有四張照片 所以就看不太出來 如果更多照片的時候 會怎麼樣 選擇剛剛三個就好 我覺得三個比較漂亮 然後連接到哪邊呢 你用預設就可以了 連接到附件頁面的意思就是 點進去之後它會變成大圖 等一下我們再看一下 好這個時候呢我們按插入 插入在文章裡面 那當然你在其他地方你還可以去 一樣可以寫文字 你就繼續去寫你的文章內容 一樣去寫你的文章內容 然後呢 如果你底下還要再繼續插圖片 OK啊一樣按新增媒體 然後這次我們用選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 八張好了 然後按繼續 你看 它預設是專型馬賽克的這個排列 也還不錯嘛 我覺得我還蠻喜歡的啦 那如果是把它弄這個 方磚的話 像剛剛那種方磚的話 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它會這樣子做排列 然後一樣按插入 有沒有 它就插入在你這個文字的 寫文字的時候 寫在中間 然後下面繼續插入圖片 這樣子 好這時候呢 我們這邊的category 我們選擇 選旅行篇好了 on category 就是不分類把它拿掉 然後標籤點兩下 它就會秀出你之前輸入過的標籤 然後選一下這一個旅行類好了 好 然後按發表 再按發表 好這立即性的發表 發表完畢了 然後按這個造訪網站 看一下造訪網站 好這個就是文章的樣子有沒有 前台的樣子 這樣看起來 我覺得蠻舒服的 因為圖片好大 看起來好舒服 然後你點擊一下圖片 點一下 它就會出現放大圖片 然後按這個右邊就可以 直接去播放你的那個大圖片 好按這個XX就可以把它關掉 然後底下這個也一樣 我們把它點擊開來 它就會展開這個大圖片 點擊 點擊就換下一張 換下一張 好按XX把它關閉 那剛剛的換燈片怎麼製作呢 我們再看一下 我的網址點擊一下 然後我們再去新增另外一篇文章 好這時候呢 我們來看一下 示範換燈片 來一樣新增媒體 然後我們選擇幾張照片讓它去輪播 一張兩張三張 四張好了 然後按繼續 好這個時候呢你選擇這邊 剛剛還有一個那個圓圈還沒有看到 圓圈就這樣長這樣子 我覺得很奇怪 然後並排的藍 並排的藍是長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換燈片 好這個換燈片跟剛剛的都不太一樣 我剛剛是做排列嘛 它這換燈片比較特別 它就是這樣 一張一張去輪播 就叫做換燈片 好然後按你插入 它就是換燈片了 哇好簡單喔 真的好簡單喔 然後就好把它分類一下 這個叫做新增分類好了 然後這邊標籤也換燈片好了 按Enter就多出一個標籤了 然後按發表 發表文章 好這時候我們再到前台去看一下 首頁這邊跑出來了 示範換燈片 來把它點擊一下 你看這個就是換燈片的結果 這個狀況是用在什麼時候呢 就是你希望圖片不要占掉太多版面 可是你又希望露出很多張圖片 那最省位置的方法就是用換燈片 因為都在同一個面積嘛 就是多張去輪播嘛 然後自己去輪播嘛 那你之後如果還在修改呢 你就點擊這個圖片 然後按一下這個鉛筆 再去編輯它 你就可以在這邊去選擇你其他的功能 又可以回到其他功能 好那這換燈片呢 我覺得它還有一個沒有辦法去控制的東西 就是它的每一個照片輪播的時間 這個我們在懶人包的比較 懶人包的課程裡面講的是那個Webri Webri的換燈片是可以去控制每一張輪播時間 是3秒或5秒可以去設定 可是在這個Wordpress裡面就是不能去設定的 就是這樣它固定的時間就對了 好這個就是換燈片的功能 好這個就是直接把它上傳照片的時候 可以去做排列的一個方法 趕快去善用 讓你的部落格內容看起來更漂亮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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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